牢起滷肉想起撲鼻 用餐時間自助餐店是個好選擇 不過有民眾到桃園平鎮的自助餐店 買了這些菜色 竟然要價220元 白飯上煮菜有6塊滷肉 其他配菜有荷包蛋 肉燒 高麗菜和辣菜泡 怎麼看都不會是220元 民眾忍不住詢問老闆娘 沒想到老闆娘的回答是 現在肉很貴 是貴米貴肉呢 因為分量太少 有要買啊 我們不要 雞胸肉喔 三盒 還有這個飯喔 我這樣子還260 260 對啊 網友看到便當後超傻眼 直呼這豬肉應該是 伊比利豬或是佩佩豬吧 鏡頭轉到台北小巨蛋附近 同樣有網友在臉書抱怨 到某家自助餐店 點了一份空心菜和芹菜炒菇 竟然就備熟110元 太貴了 而且健康不足 不夠均衡 不可能80吧 60塊吧 這個我不會買 至少要加肉吧 我們回到店家實際買了同樣菜色 甚至裝得更滿 但結賬只要45元 面對網友爆料 店員是慢投問號 他說這樣子賠償110 屋類就是20這樣 菜類就是15塊起票這樣 就各一份的量 就20塊15塊 民眾夾菜前還是得先問清楚 店家怎麼算免得引發爭議 記者於申請劉志展藏 問您桃園台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